认识不同的松弛姿势 可以更有效处理气速 令空气更容易进入肺部 呼吸更为散力 你可以因应周边的环境 可以选择 床 咦,等作半助我姿态 又或者 墙壁 栏杆等物件支撑身体 作暂立的姿态 尽量不要平躺 上身微微向前傾 利用上肢支撑上身 以便放松颈部和肩膊的肌肉 你亦可以配合缺唇呼吸法 和横夹摸呼吸法 缺唇呼吸法 可以防止姿势管过早塔下 帮助排出留在被破坏的肺小液中的空气 令肺部可以吸入更多新鲜空气 首先放松整个身体 慢慢用鼻吸入空气 吸气时注意不要过分用力 吹口哨的形状 将气慢慢敷出 可以在心中数 1 2 3 4 还有注意不要用力 将气敷出 横夹摸呼吸法 可以减少能量的损耗 提升呼吸效能 从而减低气喘的现象 首先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姿势 然后坐下 放松肩膀、颈部和腹部 用手轻按胸骨对落的上腹位置 用鼻吸气 吸气时应该感到腹部向外扩张 呼气时应该放松腹部 自然地从口呼出空气 如果觉得疲倦或者气喘 很可能不要将腹部放松 注意不要用力扩张或收缩腹部 因为这样会损耗气力